我希望可以做出就是 人家沒有的東西 他非來我這邊吃 他才吃得到 要進廚房就不能怕熱 這句話不只印證 在炉火前挑戰耐熱極限 邊飆焊邊轉動肉串的堅持 更是老闆小白 彷彿從炉火灰燼中 重生的創意故事 這是雞腳筋跟雞膝蓋 很少吃到 這個很少 因為這個要費工夫 而且它的數量很少 但是因為我這邊的雞腿肉 賣得很多 所以我可以有足夠的數量 來提供給客人 這三個醬要用噴 因為第一個要把它噴熱 第二個把它的味道噴出來 油亮誘人的烤肉串 焦香四溢的炙燒風味 嚐過的都萬讚 一如小白每天收店 身上總有濃得化不開的 一家烤肉萬家鄉 從一開始只是像很多人一樣 就只是想要當老闆 抱著一個很幻想 就是很夢幻 很浪漫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當老闆很帥 開什麼刀什麼 開了三間都刀 那時候也不在乎書運 只是想享受當老闆的感覺 原來成功不是偶然 與烤肉為武前 小白其實曾經開過美食曾聽 那我當初其實純粹只是因為 搭上流行的風頭 那我自己並沒有去做創新或改變 所以很自然而然 等到風行過了 我就被市場淘汰掉 你知道嗎 這焦摔得很重 卻也讓小白有了重新思考 從頭出發的奇蹟 於是之間位在東區 以及戰區的串燒店開業了 這是小白在戰創業人生的最後一搏 一眼就看光光的小小店面 還有在菜市場上演一出出 沙架大戰 都是為了節省成本 整個絲瓜要挑重一點 整個是重的 對啊 你那邊有比較重的嗎 沒有 要不要重 但我是買小把的那一種 小把的喔 既然口袋不夠深 無法不計成本 少了華麗裝潢 寬敞空間 總得有些什麼 讓客人願意上門 這是完全是西式的 它完全就是漢堡的辣醬 類似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是沙沙醬 其實它不是沙沙醬 後面發現其實男生來吃 吃的都是原味 或者是孜然 或是鹽蔥 就是比較日式的 可能反而是有起司類的 或是一些西式醬料類的 非常受女生歡迎 像女生來就特別就是點那些 有醬類的 有起司類的 昨天才看到你怎麼又來了 今天有個新菜你們覺得怎麼樣 什麼新菜 你今天鮭魚肚還不錯 醬汁很多 可是它還有開發 比如說芥末 或者是辣的東西 所以如果單純想吃雞肉痛 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味道 一兩個月就出黑豬新菜色 我沒有會出來 我覺得它的菜色 其實廢話蠻多端的 價格清明 口味如特 中服老饕的味 力求創新 菜色多變 留住客人的心 每次上門總有驚喜 每一道上桌美味料理 就是最佳 競爭力 Tradio 大家見到